字幕提供 四十多不怕 手機也有行蹤 即是有圖案, 你去那邊 Susuka, 你按住 去那裡, 去那裡的鴨點, 是嗎? 我現在找她 快點開來看看有什麼 她是特斯來 我留意到 因為G字頭這個圖案 相信大家有用 裡面有一個功能 可以檢查你的行程 這裡是酒店的價錢 哪有可能會有 好汁 這是圖案的問題 它會彈在附近的東西 好, 繼續按它這個圖案 按完圖案之後 它會有一個時間線 就會出了它 昨天和今天去過哪裡 大家看看 剛才昨天Susuka去了葵坊 然後坐車去尖沙咀 然後又不知道去哪裡 Missing Wizard 沒有, 我真的沒有了任何人 你端改了資料 我覺得是Apps有問題 算了, 算了 我覺得有一件事要澄清 就是大家都看到我昨天貼上 IP Story 我是喝酒 跟四個女生在喝酒 Susuka, 不用澄清了 澄清就是你想解釋 解釋就是解釋 我想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很容易被人懷疑你有痕跡, 知道嗎 在那時候, 盡量不要發聲 你說是不是 對, 知道嗎 不, 知道嗎 如果大家像Susuka那麼大懵 讓人知道她在哪裡 有自己刪除 你會怎樣解釋 對, 希望我們… 就是冤枉 我一定不會用這些方法 我一定會說 什麼, 豬頭的方法經常都有問題 對, 我今天回來上班找到 我都找了一小時才找到回來 她經常都暖暖地, 我都不知道 很簡單, 說對 說對 你解釋 但比我更好 我真的不知道發生甚麼 可以的 我覺得首先, 你要冷靜一點 你不可以像Susuka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不可以這樣, 你要冷靜 然後你說, 嚇東西而已 不行… 你說得很真 你這樣串過頭 我如果是Susuka, 我就認了 對, 我在酒店開房 如果是… 我真的沒做過 Susuka 我剛才聽到監製說要教手機 像劏雞的聲音 其實你不是很喜歡手機更新嗎 我覺得看手機這件事 我個人一向都很不贊成 蛤? 你覺得我可以嗎? 我覺得… 我覺得你說話很誇張 我不贊成別人看我的手機 是 對, 因為我覺得手機裡面太多私人 你不贊成別人看他的手機 但他可以看人家的手機 那你覺得看手機可以觸到很多間嗎 我覺得是的 我曾經在我的伴侶手機 他就聲稱當晚去朋友出事 他就很趕急 剛好我那時候不在香港 我打給他 他很聰明 可能我打給他, 他沒有聽 但他打回來 響了一秒就立即收線 他就營造了一個 他打給我 是的, 我沒有聽 但那一秒是我根本不接電話的 但我打給他 他就沒有再聽 訊息說我朋友出事 我要去他的酒吧 誰知道回到香港 就發現藥跡藥利等等 有一天晚上他睡著了 就讓我們看看 他就說我不贊成 他在那時候我不贊成 不贊成, 但他自己做了 對, 我不贊成 他後悔的 對, 後悔的 憎悔的 看了甚麼就看了甚麼 他在通話紀錄有一個人叫沙華 沙泰式華仔的華 你這樣也沒問題了 但WeMud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剛才新加入 訊息列 然後他就會彈出來 你想不想在我們的Apps再加回他 沙華 明明他的名字是男生 但他的圖案是一個女人 我認識得很完美 這樣也完美? 只差一個圖案 然後我在WeMud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刪除了東西 還有一件事叫耳鏟除的相簿 我就在那個相簿裡 找回我跟他吵架的東西 你負責給誰看 你自己有空拿出來回味嗎 即是覺得我錯了 我現在要回味 一定會有可能 你一定會發給他 對吧 然後我一直在搜集證據 那時候我做了很多事 我直接安裝了GPS 保持看他的路 保持看他的路 你是偷裝還是甚麼 就是那次看他的手機的時候 我順便開賣 我開了 你按一下 他就立即可以… 是偵探的 其實每個女婿有懷疑的時候 都可以變身成精 我想起一句話 就是沒有女人可以笑著 從自己男朋友的手機裡 哭出來 真的 真的 我又覺得我不會那麼複雜 是 我只是純粹問他 你借你的手機來讓我拍攝 然後你就直接可以看 我覺得這樣是最方便的 其實不用那麼複雜 還有一個方法 網上串流影片平台 原來他登入那裡 可以看到你在哪個位置 是在哪個IP那裡登入的 正常你去看 要不就是在家裡 就是IP不會變的 有一次是IP不同了 我立即可以質問他 就是他在另一處登入 然後他就去酒店那裡看 那你知道甚麼事 你倆人都很乖 他都很節省 在酒店那裡也是 你付少許錢 你在酒店看 你要這樣想 去酒店看影片而已 沒有,你做甚麼 真的嗎 對,我去酒店 我還跟你登入